吉安乡公所防疫期间建设也不中断 趁着各大活动暂停的期间 展开了第二公园广场地平的改善作业 乡长游熟镇24号是前往视察工程的状况 同时也指示清洁队要加强社区公园周边的环境消毒 防疫期间各大活动都暂停 吉安乡公所也趁着这一段大家都在居家防疫期间 针对公二公园地平展开了改善工程 乡长游熟镇24号前往视察工程的失作状况 同时也指示清洁队加强社区公园周边的环境消毒 我们配合防疫期在各个公园做消毒 那我们目前运动爱台湾在这个公二公园的部分呢 是有超过百分在跳舞被停止的 那趁着这个停止的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赶紧的来作为一个市性的建设 把这个广场的平整跟整个市性的安全做出来 期待疫情过后 让乡民村民跟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进驻继续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安全市性的场地 同时呢我们的公二公园的命名呢 也正在我们的网路上一直到5月30号为止 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广场里面在疫情 我们的防疫不停歇 我们的建设更要往前跑 那我们的民旨的市性跟这样的幸福有感也一起在执行 原本公二公园的地平是一般的混泥土地板 现在要改做成4厘米的复合式聚氨纸聚尿地平 公期45天 首先要把表层打毛再用高压水柱清洗 接下来一层一层铺上材料 完成后的地平耐厚止滑不容易均裂 除了公园设施改善 乡公所也针对社区环境持续展开消毒 希望达到防疫不松懈建设不中断的目标 这旅会节目相报道